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為您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命理老師 詹惟中詹老師 還有一位是黨政記者 黃偉翰先生 以及資深的媒體人 鄭沛芬老師 大家好 還有另外兩位媒體人是 陳立宏跟他妹妹 陳敏鳳小姐 義父義母 什麼叫義父 爸爸不同媽媽 哦 義父義母 問一下敏鳳 因為你未婚 那如果 如果你未來的對象 是會從政的話 你會同意嗎 我想最好不要吧 因為你看過太多了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覺得政治人物真的是 險惡 除了家庭生活會受到影響之外 我覺得政治人物 真的有點耍詐 你看有時候跟人家講起來 政治是什麼操作怎麼樣 你都會很驚訝 因為其實我已經不年輕了 跑20多年的政治 有些政治的動作跟想法 我真的還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人在政治裡面的那種思維 跟普通人真的是差太多了 那種詐 你可不可以舉個實力 那你覺得是厭惡呢 還是覺得不值得人生 譬如說最近有一個人 要不要參加一個政黨的問題 那不是說黨內就會有不同的意見嗎 然後看起來另外一邊就講說 其實這個人已經要入黨了 是另外一邊打電話叫他不要入黨的 然後我說可能有這種事嗎 然後他就說的確有這種事 然後我就 我做新聞記者 我一定會去問說兩邊 另外一邊就說 沒有絕對不會有這種事 那你說 你說 你就直接講柯文哲啦 的問題嘛 對不對 柯文哲 民進黨裡頭派系有各自不同的說法 就是柯文哲 你想要說柯文哲入黨的事情 有人親自打電話叫柯文哲不要入黨 然後你去問那個說被指控的人 他說絕對沒有這回事 你就可以知道這種消息可以放到 把對方可以想到多險惡 就是我同樣都是同黨的人 可是我也可以把你想到成那個樣子 我還聽過更險惡的 OK 是說他不會入黨啦 我跟你講他是誰誰誰隔 他一大筆錢就要來亂的啦 你懂嗎 要來把民進黨搞亂的 所以還有這種險惡的話 也都出來了 那我再講一個 因為我再講一個 不要說險惡啦 譬如說這個院長約談政務官 就跟他講說 我們這個會做一個調整 但是他是說我們會做一個整體考量 這樣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在政務官以為 就是院長只是告訴他說 你就講昨天的事就好了嗎 對 只是告訴他說 你們兄妹我覺得滿滿溝通的 但是他隔天早上一翻開報紙 蛤 我下台了 沒有啦 你要講的這樣我覺得 政治人物所謂險惡就是說 他為了延續他自己政治生命 什麼事他都會幹得出來 招搖撞騙 你要有任何的權謀 他也會配合 只要延續政治生命 但是你說那另一半會不會同意 我就看過一個政治人物他在選舉 選他後來因為滿險惡 所以都要穿防彈背心 最後遊街 你知道那個太太就這樣 眼淚汪汪的在裡面 她不願意穿防彈背心上車 那我後來跟他講 我說你嫁給這個老公你就認了 穿上防彈衣上車 他就只有乖乖的 眼淚汪汪的穿著防彈衣上車 所以你說兩千 就是你嫁給這樣的政治人物你只有認 對啊 我覺得那都已經超無常 你說兩千年連再跟宋楚瑜罵成這樣 宋楚瑜罵連戰是提款機 然後說自己是推土機 什麼都在建設這樣 然後那個連戰就罵 跟你都會罵他是 廣啦 兼收金 一般人罵到這樣程度 難道女昌都罵出來嗎 對 然後2004年還可以合體 一起選總統 政府總統 我覺得真的 畢校民恩寵 對 我真的有暖老度量 對不起 我覺得那種超乎常理的那種 真的是太難想像 那美國 他們在事業上的這個虛偽或者是狡詐 在家庭裡面也會表現出來嗎 這狡詐 這在那領頭好像還好啦 好像 因為他沒有朋友 他只有太太是朋友 所以他們的性格只是在事業上的扭虛 基本上都是這樣 但是當然有些政治人物是 就是連太太也會騙啊 譬如說他會外遇或是怎樣 這個是大家也是看到 那不是政治人物會騙而已啊 一般人外遇 女政治人物也會騙老公啊 女政治人物外遇也很多啊 可是我覺得最後你就發現說 這些男人最愛的真的是政治 對 你其實太太反對 其實好像也都沒有用對不對 從歷屆以來 各個不同的政黨也都是這樣 OK 沒有 只是說每次都說太太不贊成 我訪問過許姓良的這個太太 忠 忠臂俠 忠臂俠 那是最悲慘的太太 之一啊 之一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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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在美國他真的是 很辛苦很辛苦 然後呢這個無怨無悔的支持 對 然後 這個男人要做任何決定 他都只能配合 我這樣講 夠客氣了吧 很客氣 你太客氣了 你真實太 太遙遠 那個太太呢就是 一方面要幫先生打理家務 然後他選舉要幫他站台 然後他忍受賬戶 每天不聽你的緋文 不曉得緋文是真的假的 反正他就要忍受到底這個 這是真的假的 因為有一次他送醫院 好像是從一個女人的家裡跌倒 然後被送到醫院去 我就一定不要講那麼白 你就一定要講那麼白 沒有他有一次開那個會議 縣政府開會 開一半電話來了 他丟下就跑了 什麼意思 因為有人打電話來 結果縣政府會議 不是他太太 然後他就跑了這樣 他就跑去約會去了 這種事情藍綠都有 其實很正常 藍綠都有 都有了 可是這樣的太太在選舉的時候 還是要站出來 對 站台 當一個賢慧的太太 沒有 因為這種家庭價值其實是 本來政治人物要提示給選民的 那也要起所謂的示範作用 但是其實我們發現說 其實政治人物的太太很辛苦 其實政治人物的先生也很辛苦 女政治人物的先生也很辛苦 對不對 我們也看到說 這個突然失蹤的政治人物很多 對不對 以前還有那種失蹤的黨秘書長 國民黨的秘書長失蹤 來上班 結果突然不見了 你知道連隨扶 國會主任去 上去找秘書長要報告 結果 秘書長在辦再啊再啊 就一直就人了 你知道 就問隨扶 隨扶你怎麼會人會跟丟 隨扶說 不見了嗎 他不是在辦公室裡面嗎 那個安排是 那個訂那個房間是那個隨扶訂的 基本上就是 那個秘書長到辦公室之後 我後來去求證了一下 你們都假設 我們都是在台灣生活很久 有可能剛回國的觀眾 聽得懂你們在講什麼嗎 就是說 有一個過去當過國民黨秘書長 還在任內的人 曹志同 對 他去跟女生在賓館約會 但是你要知道 秘書長其實很多訪客的 但是他那天沒有 也不能讓旁邊的人知道 說他去約會 對 所以呢 他偷偷的 因為他剛好有一個 這個穿褲子 同一條褲子長大的 這個官員 就當他的辦公室的主任 那就秉廚左右 就由這個辦公室主任 開著他的破車 載著這秘書長去約會 那周邊的人都不知道 隨乎都不知道 對是 後來那個紙條被丟上媒體了 好大家後來才慢慢說 原來那天找不到秘書長 哎呀去約會 我問一下這個偉翰 因為這次連聲文出來選 他一直有講就是說 蔡醫生 他太太現在不同意 十年後他也不會同意 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麼 其實他太太當然是同意的 不知道怎麼會出來 可是他一定要告訴人家 我是為了要服務大家 所以即使太太不同意 我都要拜託他勸他 有一點像柯P在講他爸爸不同意一樣 就是你總是還要說 我是真的 排足萬 對 我不用 我不用來插插 我也不缺這個錢 你看薪水全部捐 太太又不贊成 可是我為了要讓中華民國看到 經濟的強權在起 所以他才會要投入這個東西 那他現在講太太不同意 他就是一個梗 他不同意 不同意 你還拼拼拼拼 到最後選前之夜的時候 一出來請大家投給連勝文 大概國民黨的選民 我把我老公捐出來了 對 為了台北為了國家 所以其實都是這樣 不過蔡醫生應該是 本來是真的反對 那是一定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站在一個家屬的立場 先生被開槍 一定會覺得熊路就遠離 可是我們之前也有討論過 他不出來選市長跟 就是出來選市長 兩個都一樣危險 因為他其實就是公正 他今天不選市長 他連勝文帶來的認識 他爸爸又希望他能夠延續 廉價政治的生命 連勝文本人又有這個企圖心 所以 那就最後決定同意他選 你看他宣布參選那一天 在建成圓環 中午就要跟當地的一些 騎勞 跟一些這些 他有賈靜文 他有賈靜文 他說那是他演藝圈的好朋友 那去吃那個 也是大同區的媽媽 賈靜文應該不是騎勞 他是名人 好那去吃那個山雲號 乳肉飯 誰來接他 蔡醫山 對啊 如果我真的那麼氣頭 那一天都不要跟他見面 還開車來接他 所以其實 蔡醫山他要保持他的神秘感 跟新鮮度 有講到藝人如果說 通告太多 或者是說廣告拍太多 他的價碼就會掉了 你要維持一定的新鮮感 那蔡醫山的那個 站台跟知識連勝文 要等到最後 到了11月中過後以後 才會出現 那時候才會有效果 蔡醫山同意他的啦 其實我覺得倒不會 如果說站在一個太太的立場 當然會反對 可是當你先生 非要走這條路的時候 他只有幫他 你知道嗎 因為男人的那個 事業心跟企圖心 你如果真的要去擋的話 最後就分開 就分手 所以他最後 他當然一輩子都不會同意 你知道對一個太太來說 特別那麼年輕的一個太太 先生的危險 對他來說 他的幸福下半輩子 但是對於他一個男人來說 這就是我一生期望 如果你不讓他選 他可能懊勞一輩子 然後就會怨這個太太 你說會不會快樂 也不見得很快樂 而且這間的立場 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的生活是OK的 不是說像有些人是 不選沒有場面對不對 可能就會 或者是說 沒有那個經濟 合體OK 4年前財產申報 就上億元的現金 沒有憤怒好嗎 沒有憤怒的季度好不好 這個年紀不要那麼憤怒好不好 容易中風的前兆 對不對 回去查族譜 好嗎 OK 這件事情那你要怎樣 人家就八字好嗎 三代累積啊 你要怎麼辦 對不對 那蔡衣衫到底有沒有幫夫妤呢 容我插幾句話好不好 真的只有幾句嗎 一定是超過十幾句 因為連勝文本身屬雞 我們把這個蔡衣衫的把它拆開來 這裡有個人 人雞相逢互相幫助 這個衣服的衣 在西米學叫做批彩衣 跟他對他來說是加分的 張老師我要吐一下 人雞相逢怎麼會互相幫助呢 人吃雞啊 人養雞雞養人啊 互相養生命啊 看到錯了嗎 人吃雞 對啊 我被吃雞 你不要那麼憤怒 你可以吐這樣 你不要 你不要那麼憤怒 是不是不是我發明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讓你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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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要擺的面子已經好太多了 好太多了 那財產生放一億多億 新聞放話話 來 幫烏雲 來 那本身來說 山中帶一個王 也就是幫這個薯雞的 能夠提升 王中帶一個土 然後薯雞是金 土金相生 以西米學來看 有加一分 第二個 如果讀西米學的話 有點偏頗 再從面向來看 夫妻本身代表陰陽互補 如果長得太像 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不好意思 我這個比較高 比較那個清楚一點 高話值 請用 我們說不好意思 一個是圓臉 一個是尖的臉 就是互補 一個長眉細眉 一個粗眉短眉 也是互補 一個大眼小眼 一個大眼小眼 他這邊比較尖 他這邊比較有肉 OK 一個鼻子朝天 一個陰溝鼻 看不到鼻孔 一個嘴唇來說比較厚 一個比較薄 你整個齒相 眼睛還有鼻子 整個頭型 都是非常非常的互補 那麼這種情況的夫妻臉 是能夠有一個加分的 這在幫夫運的一個面向 其次再看 我們說本身連聖文的 簡單的一個流連來看的話 我必須講一句實在話 68年次的蔡一三有沒有 是屬羊 而連聖文遇到屬羊的 不是小人喔 就是比較會受牽制 聽他怕他的 那倒是這不容置於的 連聖文聽蔡一三的 他遇到屬羊的都比較會 想法可能觀念不一 但是又怕他 不只他不要對號路做 那今天為什麼蔡一三 可能答應或可能不答應 上面有連戰啊 有公婆啊 公婆說你拉選吧 就這樣子那他好不好 我覺得從內心來看的話 當然不願意拉選的 那從以姓名跟長相來看 是有幫夫的 所以以整個來分析的話 連聖文這次要選勝 幾個重點一定要記得 一就是爸媽檢查健康身體 有點血光 二跟姐姐妹妹做一個明顯的切割 第三自己本身帶財運人氣 第四想法比較豁達 比較有智慧 比以前更有的判斷力或談吐 最重要是選錢有沒有 真正今年幫他 我想今年喔 2014啊 我想今年 能夠幫他的是 一群可愛的小孩子 但他不可能拉曝光 不可能聽我的 OK 所以這個是貴人加分